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台湾国际兰展以及世界兰展 那两个地方分别在我们后比兰花生气园区 以及在高铁台南战区的大台南会展中心 配合着我们晚上的灯会 有越境港灯节在盐水 以及我们台湾灯会国家灯区在高铁战区 所以可以说是白天到晚上 这个节目精彩美不生收 更何况台南是一个历史文化古都 也是一个美食之都 所以呢不仅是眼睛可以看到美丽的兰花 看到美丽的灯 那嘴巴也可以吃到吃上美丽的这个美食 好吃的美食 所以呢很欢迎大家从2月24号到3月10号 我们台湾灯会 以及2月24号开始的台湾国际兰展 跟世界兰展 都欢迎这个好朋友不管是北漂南漂 通通漂来台南 漂到我们台湾国际兰展跟世界兰展 台湾国际兰展与世界兰展共同举办 可以说是融合两大盛事 首次创举精彩客奇 让台湾兰花越上国际舞台 现场青农也和黄伟哲市长共同手作凶花 体验兰花的生活应用 因为蝴蝶兰是我们台南的产物嘛 所以我们一定要用台南的蝴蝶兰 好 用台南的蝴蝶兰 因为蝴蝶兰一朵花就可以很漂亮了 只要简单的装饰就可以让新手 很容易的来学习 这样拿下来大概可以 到洞瓦布可以撑多久 这样大概可以撑两天 对 再一个杯 然后我们再让它有线条一点 这是国蓝的叶子 国蓝的叶子 再捏住 好 捏住这时候就要考验手劲了 难度那么高 好 这个时候他们一边 这种捏张有漂亮吗 我觉得蛮美的耶 事实上 兰花的产业 大家想到台南 不要只想到排击店的三奈米 五奈米 大家想到台南 要看到很多很多科技结合我们传统的产业 那兰花产业已经不再是过去 大家感觉 早上出门 在农田里面辛苦的这个除田 除草 然后这个耕种的农民 不只是这样子而已 最重要的是我们兰花产业结合了科技 结合了艺术 结合了美 这个美丽的这个花卉 都把它结合在一起 所以呢 我们台南的这个兰花 刚刚主持人也提到了 台南兰花占世界六分之一 那占台湾的二分之一 所以台湾的兰花占世界的三分之一 所以我们举办的国际兰展 很多兰花界的 甚至花卉界的 甚至外国 许多这个好朋友都会想要来 全世界办兰展最成功的 全世界有三大兰展 东京兰展 世界兰展 跟我们的国际兰展 那这次三大兰展 有两大兰展 同时就在我们台湾 也是在我们台南 这个整个的兰花占世界来举行 我想这是空情不会结合 我想这个是一个难得的盛事 那我想我们农会部委跟市政委这边合作 希望推广我们这个兰花的产业 那兰花我们除了去外销美国 外销日本 外销韩国 那其实我们要打通全世界的 这些兰花的产业 那全国兰花的这些产值 大概有七十几亿 那外销的部分占了六十几亿 是将近有九成的 这是兰花的一个产值 跟外销的量 我想举办这样一个兰展 吸引全世界所有的兰花的爱好者 可以同步 可以同时也可以同步 来欣赏这样一个兰花的盛事 我想在这边 跟代表农会部 欢迎所有的乡亲好朋友 在我们2月14号 到我们的兰花园区 跟我们的这些大台南的事物东西 一起来欣赏 简单的介绍一下 就是世界兰展的话 我们在台湾 台南高铁展区里面 结合了台湾灯会 所以我们白天可以看兰花 晚上可以看灯会 中午像市长讲的 我们又可以享受美食 台南的美食 真的是一个很充满的 很愉快的一个行程 接着下来的话 如果有再安排行程的话 我们在台湾的那个台南的后壁 我们将举办的20届的台湾国际篮展 台湾国际篮展 我们以台南市版为主题 将公庙 然后八家将 公登一些台南在地文化美食 结合在这篮展当中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台南的热情 台南的热情的奔放的感觉 第二十届台湾国际篮展 继第二十三届世界篮展 以婆娑之篮舞动世界为主题 涵盖台湾兰花宝玉 历史文化 生活应用等多元层面 在展区设计上也有现场贩售 数位互动 主题景观的优秀设计呈现 邀请各界共赏兰花之美 记者汪郡台北报道